Hey 就在刚刚我拿到了一台 确切的说是我 是我今天买了一台 B&O Play的尾巴 OK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第一次使用这种真无线耳机呢 我记得那个耳机 是我有一次从香港飞北京 香港的港容航空 在飞机上买的 我一下想不起来 它是哪国的品牌 我记得我当时回来查了一些资料 好像那个耳机是一个 在国外众筹网站上面众筹的一个新品 就是这个耳机 当时呢我用这款耳机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还是很惊艳的 因为当时呢 苹果的iPods还没有上市 市面上我还没有见过这种 一点线都没有的这种蓝牙耳机 当时我在飞机上的那个 那个就是 购物书上面看到这个耳机以后 我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就买了 回来以后呢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虽然它的音质是不错的 但是 它经常会断线 就是 就是它的左右耳机经常会断 不用去人很多的地方 就算是在家里听音乐 它都会断线 所以呢那款耳机 我并没有使用多久 就在闲鱼上面出掉了 之后呢大概过了多久我忘了 然后苹果的iPods就上市了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就买了那款耳机 使用到现在 从整体来说 苹果的iPods给我的这个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它是苹果出的一款 非常成功的产品 然后呢 各大品牌就紧随其后的 推出了它们的真无线耳机 就像BNO的 我记得Bose也出了 OK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和iPods 苹果从这个包装上面 现在已经走了这种很简约的风格 能有多小咱包装就来多小 苹果这一点做的其实挺好的 一是很环保 二是对于它运输上来说 每一趟航班可以运输更多的这个产品 OK我们继续 它呢就是我们的BNO尾巴了 真的还是很有B格的 BNO出的东西都是很有B格很有质感的 我买的是金色款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边呢 这个按钮周围呢 是一个金色的金属圈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盒呢也是灰色 是一种浅灰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挺好看的 因而异吧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里面 里面有一根数据线 一包替换的耳塞 一共有四对替换的耳塞 一本挺厚的说明书 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充电盒 跟一个小的手势盒一样 说实话这个阻尼感并不是很好 但是它扣上的那一颗是有磁力的 然后呢背部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按钮 然后这一面呢是有一个Micro USB的充电口 我们来看一下耳机 这个就是耳机本尊了 说实话从造型上来说 我觉得BNO设计的耳机还是挺漂亮 真的挺漂亮的 两个耳机呢它的这个地方 都有金属的充电触点 然后两个耳机也都有麦克风 这个地方应该是麦克风 然后这个耳机为什么有一个贴纸贴着 这个耳机却没有我不太清楚 OK开箱呢特别的简单 但这不是重点 接下来呢我会体验这一款耳机 大概一到两天的时间 然后呢我再拿它和我之前购买的那一款 苹果的iParts来进行一个 比较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习惯的 什么一个小对比吧 经过昨天和今天一天的试用呢 我基本上对BNO的这一款E8有了一定的了解 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对比一下这两款耳机 就是BNO的E8和苹果的iParts 当然接下来的所有体验呢都是基于苹果的iOS系统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公平 因为iParts毕竟是苹果自家的亲儿子 所以呢它对iOS系统的支持一定是会更加好一些的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安卓手机 就暂且这么着吧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款耳机的佩戴 我们先看一下BNO的 BNO说实话真的它的机器要比iParts更漂亮一些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就是记忆海绵塞 拿下来的时候我要先先按一下 然后带进去 因为它是一款入耳式的耳机 所以呢它在佩戴的时候 还是需要你相对的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才能佩戴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深入 我的耳朵非常非常的小 大家看一下我戴上它的这个效果 它的这个牢固性还是可以的 张嘴啊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你用的这个耳塞 是一定要符合你自己这个耳道大小的 我们再看一下苹果的这个iParts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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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过多的去调整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入耳式的耳机 所以戴上去就OK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这两款耳机 在连接上的不同 我们先说BNO的这款E8 打开以后戴上 大家看我的手机 右上角蓝牙这个地方 其实它已经显示了这款耳机 它并没有自动连接我的手机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 手动的去按住这个耳机5秒钟 然后呢它会叮咚的响一声 这样呢你看 右上角已经显示它的耳机已经连接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听音乐了 初次连接的时候你按住耳机5秒 你会在蓝牙列表里面发现这款耳机 E8这款设备 然后你去连接 初次连接是需要这么去连接的 我们再看一下iPars的连接 iPars的连接相对于iOS来说它就更加简单了 打开 我的手机屏幕会直接弹出这一款iPars耳机 它的两个耳机分别的电量 还有它这个充电盒的电量 然后我直接戴上就可以了 它的这个右上角是并没有一个耳机连接的标志在的 现在其实已经连接上了 我可以直接去听音乐 相对于苹果设备来说 iPars的首次连接也非常的简单 打开盖以后呢 我按住背部的这个按钮呢 屏幕会是这个样子 它会提示你去连接你的iPars 然后通过iCloud连接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在BnoE8耳机上特有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它有一款APP可以支持 可以更改它的音色 可以调整它的均衡器 这款iPad的界面呢非常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更改 第一个呢是右上角的这个按钮 它呢点进去以后会有三个选项 目前呢是关闭的一个状态 因为只有在我耳机打开了这个功能以后 我才可以去进行调整 就比如说我现在轻触一下我左边的耳机 这样呢它就打开了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简单点说它叫穿透模式 就是说能让你更好的听到外界的声音 第一个选项呢它是百分百的 把你正在播放的音乐给静音掉 你外界的声音是通过这个耳机的麦克风来进行收声 就是说你听到外界的声音是通过耳机上的麦克风使去到的 第二个选项呢它是把你正在播放的音乐抑制到50% 就是说它把音量大概减了50%左右 然后外界的声音呢通过麦克风来传入到你的耳朵里 第三个选项呢和第二个差不多 它把你的音乐声音抑制了大概20%到30%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这个功能呢在你在这个地方确定了用哪个模式以后 你下一次你只要单击左侧的这个耳机就会开启这个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E8也是它特有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均衡器的东西 就是在它这个软件的左下角 点开以后呢我们能看到一共有四个标签 我们可以在上面直接用手来来调整它每一个音色它所占的这个比重 说实话我很难去形容它这个哪个好哪个不好 反正对我来说呢我是比较喜欢什么都不用 就是它不开的状态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它的这个这两款耳机它的触控上 它们都是有触控按键的 E8的所有按键是不可以调整的 原本设定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它基本上把你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这个功能按键都已经设置的很够你使用了 这一点E8做的还是很好的 苹果的iParse就比较简单了 你可以在蓝牙里面去更改它左右按键的这个使用功能 iParse它的这个功能按键是比较少的 左右两个耳机加起来也就只有两个功能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左右耳能实现的功能加起来一共就 说白了一共就只有四个 但是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E8和iParse 它们一些小功能上的一些差别 我现在正在播放音乐 然后此刻我拿下我E8的右耳耳机 现在呢我的左耳是没有声音的 只有当我靠近左耳 它才会两个耳机都响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音乐它并没有暂停 我们来试一下拿下左耳 拿下左耳来我右耳还是有音乐的 音乐也没有暂停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能否单独的去连接一个耳机 就是说我单独我只用一个耳机 看看能不能使用 单独拿出右耳来它是可以连接的 大家看右上角有蓝牙连上的标志 单独使用左耳 右耳机在盒子里 现在蓝牙已经断开了蓝牙已经断开了 然后我们戴上左耳 我尝试去连接一下 是没有反应的 蓝牙是连接不上的 BNO的这一款E8耳机 它的两个耳机是一个主耳机 一个副耳机 这样的一个关系 据我了解 这也基本是目前市面上所有真无线蓝牙耳机的 普遍的一个这样的连接状态 它们都是一个主耳机 一个副耳机 唯独只有iParts是不一样的 iParts两个耳机都可以单独使用 我现在任意的拿出一个耳机来 这个耳机不用 我这已经听到声音它已经连接了 可以听音乐没有问题 然后此刻我拿出右耳机来 它现在还没有声音 还没有连接上 连接上了 右耳机也有声音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耳机装进去 右耳还是有声音的 这也说明苹果的iParts耳机 它的左耳机和右耳机 它的硬件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两个耳机并没有分主耳机和副耳机 还有一点就是 苹果的这个耳机呢 如果你单独的去给它拿下来 一个耳机 它的音乐是会暂停的 我单独拿下左耳也是一样 它的音乐也是会暂停的 然后再戴上 它音乐会继续开始 在最后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 这两款耳机 它们的音质 说实话 B&O的这个音质 要比苹果的iParts好上那么一点 它们这两款都是蓝牙耳机 它们的音质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上限的 就是说都是那么回事 介于E8可能是一个入耳式耳机 所以呢 它的这个声音会更加的厚重 它的低音低频会更好 稍微好一些 相比于iParts 而且它的隔音效果会更好 它的隔音效果 那绝对和iParts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iParts它根本没有隔音效果 但是呢 正因为它是入耳式的 所以我在长时间佩戴这款耳机的时候 会有一种耳朵会有一种负重感 就是说耳朵会比较累 这也是这种入耳式耳机的一个缺点吧 苹果的iParts耳机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它就是这个样子 戴到耳朵上就好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没有太大的这个累赘感 但是呢 苹果的这个iParts耳机 也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是没有任何这个耳塞罩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耳窝比较大 这个耳机很可能戴在耳朵上 就会不牢固 很容易就甩掉 我的耳朵是属于比较小的 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他的耳窝就比较大 它这个地方就比较大 导致这个耳机就没有办法戴 戴上去以后很容易就这样就掉下来了 它这样就会掉下来 买这款耳机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它的续航 B&O的这一款E8呢 它的续航是 如果你这个耳机 两个耳机充满电了 可以听四个小时 然后它这个充电盒呢 还可以提供八个小时的听音乐的时间 苹果的iParts就比较牛逼了 它把这两个耳机充满电 就可以听五个小时 它这个充电盒还可以再提供24个小时 这个续航是比较牛逼的 OK 对于这两款耳机的简单的这个体验对比呢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为了让我的频道可以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呢我打算以后我体验的产品 从我买过来以后 我开箱 然后体验过以后 就好比B&O的这款耳机 在我昨天买到手 昨天体验了一下 今天体验了一下 基本上可以给这个产品得出结论以后 我就会把这个产品通过二手平台 闲鱼也好 转转也好 把这款产品呢再出给有需要的朋友 当然并不是原价出掉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开过箱 我已经简单的试用了一下的东西 所以呢我是会在我购买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打一个折扣的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直接去闲鱼看到我卖的这款宝贝 当然我买回来的所有产品呢 都是我去网上货币三家 已经挑了很多家看过以后 我可以保证我买的东西都是正品 它的价格也绝对是全网 比较低的或者是最低的 我会把我所有购买的原链接 购买的这个截图 然后发给购买我体验产品的朋友们的 其实我原本也并没有打算去这么做的 但是毕竟我现在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赞助啊 并没有人给我提供产品啊 也没有从其他地方拿到钱啊 所以我所买的所有东西 只能我自己去掏腰包去买 为了更好的可持续发展吧 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暂时先这么试一下吧 好啦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